就是从这一点上我就能感到 而我到德国来 我看那些批发市场 还是有这种便宜的大箱子 巨无霸的大箱子 就是到腰那儿 那么大的大箱子 川普指出 但是德国还是原来 那美国那价钱 二十块钱也能买到 就是质量差点 就是那个皮啊 材料不是很贵 但是确实能装东西也结实 他现在都是美国货了 就太贵了嘛 把中国货都挤出去了 川普指出 他希望美国和中国拥有良好关系 但北京必须公平对待 美国 至于美国如果在 钢铁铝和太阳能板等领域 对中国采取贸易报复行动 是否会引发中美贸易战 川普回答 我认为不会 我希望不会 如果爆发 那就爆发了 你看这商人 干啥都 模棱两可 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 我没有六七十块钱以下的箱子了 那么毁到你的什么货不能进美国了 我们不要便宜的箱子 那你也别怪我 实际上他就是这意思 所以说原来很 就是说你紧急东西特别多 可以二十块钱买一个箱子的那种 能够在飞机传送带那拖印的大箱子 已经不可能了 就一次性 你不花很多钱 买一个大箱子 值啊 所有的大衣啊 什么什么什么 都能放里头 现在没有了 反倒 德国能买到了 针对中美贸易 原来德国是没有那个美国的资料好 美国那个还大 美国什么都大 你看那地铁 人也大 大骨骼 大屯围 德国根没有那种屯围 我的老天 他那真是大 他那吃 你看那个麦当劳啊 什么什么地方吃饭 他给的那个饭量 吓死你 一个人的份饭的饭量 他那给的也大 什么都大 什么都大 中吉普啊 小卧车 他们那都大 德国不是 德国 德国有点像上海 什么都小 什么都小 德国 德国朋友家的那房子也是 屋子 但是房顶也大 高高大高大高大 车车也大 这里就不是 这里什么都小 寸土寸金 针对 针对这里有点像纽约 德国 德国那个房子的紧凑啊 一个单元进去以后的那个小啊 房顶那个小啊 真的像像像像 纽约那个镜头 大没有 针对中美贸易问题 川普与习近平稍早前已通过电话事后中方通稿 对此轻描淡写 但白宫指出川普明确告诉习近平 对美中贸易逆差持续成长 非常失望 明确告诉习近平 那就不跟他玩哥俩好 来真的了 你伤害到我们家的 失业力和 这个关税了 我要涨关税 我要挣钱 卡你们的便宜货 把我们的 好多家庭桌房都给冲了 但中国那个衣服太便宜了 所以这边的成衣工厂全都倒闭了 就是你坐了半天 你不如到街上买一件 那么便宜的价格 所以就不值得再办工厂了 所以 十年前是这样 都倒闭了 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 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 已突破 3440亿美元 外界预计川普 在2018年一定会对此 有所作为 这次川普在白宫的表态 或许正是了这一点 这就是咱们不感冒的 不感动我的 印象不深的 不关系到大格局的 我们就不进去点看 我们就点标题 发现好像比较重要的 咱们再进去点评一下 视频新闻里头的 点击量排第一行榜的 是范长龙捅刀流言习 范长龙捅刀流言 习近平痛失军中必绑 我查了一下 这个范长龙捅刀流言习 1951年生人 今年67岁 还真是正合适 普京比刘元小一岁 66岁 就是说他们 其实如果刘元 当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还是比较合适 年龄也合适 而且他往那一站不说话 这帮人 就是不听赵乐计划的那帮人 马上就会被刘元给震住 如果习近平聪明 就用刘元 天上人间 头盘花魁 其实范长龙也是否掉流言 进军委的一个 举了一手票 也是他投了否决权 流言才下去的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是应该 搞掉范长龙 让他退休以后双规 这样呢 经为什么他就都不能再发话了 要不然他这个下去的元老 能够指挥在台上的所有的人 因为都是他提拔上来的 这可了不得 所以他必须退休以后还得 双规 天上人间 头牌 花魁被杀后 收出庶民高官电话 这有啥呀 就是为他们而办的嘛 你还以为庶民高官多好 是是 新闻都有点 哎呀 就是 不懂这些历史啊 也没有从 这么多年过来的人呢 他前面的新闻都不知道 他写的新闻就特别的 不靠谱啊 标题都 就是 自嫩 爆六四抗命军长至今被软禁 待遇极差 那是啊 你不平反 公开平反 那他下面人有理由整派 这还不明白 哪怕你习近平死个眼 说不许冬那个军长 那个都会 都会得到好待遇 你没有 没有对六四进行任何要平反的 信号释放出来 当然下面他是 都是媚上的嘛 为了乌沙冒都是媚上 所以 上面不说 六四 是对的 他又要保党 又要对党 什么 永不背叛呢 他怎么可能 不迫害六四里的正义之势呢 哎呀 这些人 记者也是没搞明白 红二代创办天上人间 两老领导为妓院站台 这个红二代我建议以后不要说了 因为他不靠谱 没有严厉严格的界限划分 搞得房洪辉 他爸是科长也算红二代了 因为红二代 在在部队导院和北京这一片都叫高干子弟 高干子弟就是行政级在13级以上的 司级级以上的干部的孩子 其他的就不算高干子弟应该是这么说啊 就高干子弟 金正恩离间既败露 特朗普祭出更狠三招 我看他怎么离间啊 这个因为他 他就算宇宙中的那么 在人类的那么一个小丑 他离间谁呀 他通过俄罗斯带话 然后要跟特朗普谈 特朗普也答应了 然后这是美国挑头正对 朝鲜酝酿大招 联合国军当年的朝鲜战争 此次会议被称作温哥华集团 大部分属于联合国军 就是50年代对朝鲜打仗的那拨人 那拨国家 他们是澳洲英国 法国 韩国 土耳其 日本 他们也有勤奋呢 那老兵 你看他们老兵游行 要10月11号 那个日子很有意思 在日历上就是四个兵 站着直直的 老兵节 他们就是以自己当年打仗的 那个群体来组成一个游行方块 挺有意思 看着人也挺激动 都是老战友嘛 走不动了就坐大卡车 坦克就给游行的人挥手 亮一下相挺高兴 也回忆一下 也聚会一下 我觉得挺好 所以我都建议我都建议那个法轮功的游行其实也可以 我都建议那个法轮功的游行其实也可以 我们也鼓励来对抗躲避制裁以及走私的重要性 我们也呼吁采取行动 加强国际性的海上拦截行动 来挫派非法的船只之间的货物转移 中国船老给那个朝鲜船 大船上放东西 被人家卫星拍了都 一会国同意考虑并采取措施对朝鲜施加单方面的制裁 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涉潮决议 涉及朝鲜的决议 要求以外的进一步外交行动 外交行动就是谈判 美国国务务卿提勒申重申 欲以外交途径 打算呢 以外交途径解决危机 但拒绝双暂停的提议 同时告诫全球要严肃看待 与朝鲜开战的可能性 反正双方可能都是 明里头是一套 二里头没准还有一套 就是像本拉登那样 有一个特种部队已经接近那小子了 给他拿掉 没准啊 这都有可能了 否则的话川普就太笨了 我都想到了 本拉登不就是这么拿掉的吗 根本就没有用大部队啊 外交啊什么 连说都不说 就是调查调查调查 他在哪 调查调查他的副司令 副司令 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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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说离军队越近越安全 所以其实金胖山如果川普聪明点 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 这个思维模式都是FBI的思维模式 应该他们会想到的 文章分析指出今次 所以说有下面的 这上面的你就看着就平淡如水了 都是耽误时间拖时间 大家就拖时间吧玩吧 只要外交谈判一开始 就是大家都在下面使劲准备 给时间就跟那个暴墓的演员似的 你上去多说点 你上去多说点 这样我们在下面才能准备好 快点快点快点 那边也在下一个节目就换衣服准备 要不然他说的越少 下面那个节目的准备就特紧张 他说的慢点多说点多说点废话 那么下面那个节目准备的也就好嘛 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暴露了金正恩此次答应会谈的意图 也就是要在美韩同盟之间切入一个弃子 有关南北关系的一切问题 应当由我们民族的当事者自己解决 哦他想当南韩和北韩的老大 未来的一切问题 所以说常人的事就是名利情 名利要有位子 经济上的政治上的一定要有利益可得 要不然他搞了半天和讹诈干啥呀 他就是要当老大说话帅 韩国听他的 绝大部分韩国人包括专家都认为 朝鲜提议会谈一个原因 可能是金正恩在美韩同盟之间切入的一个弃子 我自己也是这样看吧 韩国或是美国破坏会谈 随时金正恩都可以找到理由 然后恢复以前的作为 这就是他玩这个和平谈判的这个这个 拖时间的这个背后的原因 美国国务卿迪勒森说 我认为我们需要对目前的局势保持清醒 随着朝鲜继续在核武器 以及这些武器的杀伤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他已经没法进展了 所以他要和谈 有点淡尽粮绝了 不是那个试验基地也塌方好几次吗 就像他们上次的清弹试验所表明的那样 以及他们在洲际导弹 弹道导弹体系方面持续的进展 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这个威胁在不断增加 代表是如果朝鲜不选择接触 讨论和谈判的道路 那么他们自己将会引发一个选项 我就从这件事上我就看到 普京为什么这么上瘾 因为他这个真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真的是在旁边看笑话 而且真的是 这双方实在不行了 像中国国内那个 邪党之间打的不行了 把习近平推出来 一样的道理 到最后普京就是 渔翁得利者 而且是真正的 出来说和的老大 普京他是克格勃呀 他不知道这一套 全都知道 你们玩吧 玩不行了 互相谁也不听谁的了 还得来找我 然后呢 金正恩实在不行了 没原材料了 普京那还会给提供的 因为他要看这场戏演下去 他要看有个东西制约美国 他这个 他俩一直就是 敌对双方嘛 他也要有一个东西制约中国 那是什么呢 就是金正恩啊 他给他 原材料偷偷的 小得溜的 让谁也不知道 然后他能把这些 都给弄到习近平身上去 中国给的 中国给的 哎呀 有可能啊 你看谁得利 这事 你记得看谁得利 谁在这事上 当了全世界的老大 谁到最后实在不行了 都会想起那个 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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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的 哈哈哈哈 是什么 温柔的 随敬的 双方都能说上话了 就是说你劝金三胖不行的时候 你肯定要想金三胖谁说话他会听呢 肯定就会想到哈 呃 普京 那普京不就高兴吗 普京最高兴的是这一点 傻呀 这帮人 中共三大元职务 底定 川普告知习近平 美中贸易现状不能持续 为何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为何大陆网友纷纷支持蔡英文联谊 连任 说出他们的心理红号了呗 但是也也也有可能是网 网络水军 我看那个 这个什么 阿易关啊 那个影视剧 60多集啊 还是120多集 我忘了 他那里头就说一个 他那个 嗯 婆婆太厉害了 他不让他儿子跟那个 呃 儿子喜欢的那个 女学生谈恋爱 他就用 网络水军 呃 呃 他儿子的一个对手 呃 建议 用网络水军来把他的儿子的名声搞臭 他妈说只要能把他儿子从那个呃 未来的未来的准儿媳妇手里头夺回来他什么都敢干 后来就就真的就把他那个呃 呃 那个全国是最好的翻译官最啥啥啥啥最啥啥啥这些名声都被搞坏了就说 呃 就是 就给那个他的儿子就逼的呀 网络水军都是这样供他呀 就是我 呃 走投五路啊 都都都都快自杀了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呃 也没有工资了 呃 反正是 他妈 这就是他妈要的 没有工资了儿子就会回家嘛 回家嘛就会求母亲嘛 这使他妈要了 他就认为他准儿媳妇让他 失去了自己亲爱的儿子 那他用网络水军呃 攻击他儿子 呃 呃 当然最后也是被谴责了 你怎么能对自己的儿子这样搞 精神迫害 然后就都快死了 呃 然后 就从这件事上你就能看出来 有的时候 网友纷纷支持个啥 那可不一定是真的 这网络水军 嗯 有几个粉丝超过万的 人 人一忽悠就能把一个人的名声 搞臭 叫他叫他生不如死 自己最最最最最重视名誉嘛 翻译学院 已经搞致的 这些女的他们就都恨 都恨他们就要搞死了 所以就在YouTube上都能看到 说他演得不好 演得臭 没有人爱跟他配戏 再臭一个演员 也有十年二十年的魔力 你让人魔力魔力再说 连老演员 有名望的老演员也这么说 这就不对了 你一看就能看出来 那就是女人的嫉妒 所以说有的时候 大陆网友纷纷干啥 你还真的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啥 我就根据这句话 我就是有点其他的事情 想评论一下 就是希望大陆的这十多亿人 看这些新闻的时候 要火眼金睛 别像沙和尚猪八戒和唐生似的 一个是 只爱看色 指纵色方面的 一个是啥爱不问 简单头脑 一个是 孙猴子一识别出来 就打死了的那些妖精 表面假象 表面假象 他识别了 然后就给 在土地赶出 这个群体 这个是 古往进来 这都不是新鲜事 所以大家就别老踏着前人的这些 原来的错误再继续了 就是干啥都要抱着善念 不要抱怨 不要抱怨 守住善念 这样呢 当今世界局势真相的七寸就是 大审判 救全人类 还是 阻止大审判 把大审判的那个 方向 拐大弯 摆迷魂阵 用其他的 色呀 核武器呀 金融大鳄呀 什么什么 谈判大鳄呀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编程序的大鳄呀 还有什么什么 色情是最 还有老的干饭 重新再炒啊 就这些大鳄 让这些来搞迷魂阵 咱们得识破哈 天上人间 特色新闻 天上人间老板付出 后台出手 京城火拼被炒饭 你看大家关心的还是色情吧 哈哈 他这个点击量那边已经出现了嘛 视频新闻已经都都点击了 然后这边又出来 就是点击量高啊 他这这边又排行特色新闻里头 他又点击量是排行顺序第一的 万达门通 就是说大家现在还是魅俗 魅俗就容易被另外空间那些妖魔鬼怪啊 这个空间的鬼位亡凉啊 来利用 就是转移大方向 七寸就是大审判 对这个星球最邪恶的事件 对这个星球最邪恶的事件 活体栽出活人的器官 成千上万的 据说比上百万还多 但是他们做完了就灭口 做完了就灭口 所以这是这个星球最邪恶的一群东西吧 所以他就是灭口嘛 灭口你就让你拿不到证据 但是那个双博士不说了吗 两个双方的DNA能拿到就行 那我那个主意就是双方的DNA能拿到的一个办法 就是受体病人和受体病人提出来哪个医生给他做了 那么那个医生肯定有照片啊 共体健康活人的照片 对不对 这一对两双方的DNA不就出来了 这都在资料里的 刘鹤 但是邪恶它就是邪恶嘛 据说前几年它这些都毁掉了 就是做完了手术它就毁 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 良知被唤醒了 通过每个人出来做自媒体 把良知都唤醒了大陆的十几亿人 那么就能做到这一点 必须国家兴产 必须国家兴亡 匹夫有则 人人都站出来 他就能 把大家都叫醒了 你们都上当了 受骗了 然后又在给邪灵在人间的载体 马恩列斯当实施者来毁灭神的孩儿们 神规划的道德规范 最集中的 最根深蒂固的那华夏中途 他就是这样 一层一层 你把这个皮疤洋葱事的都扒了它 就基本上就能把那些受骗病人 和那些穿白大褂的 还有那个610的都良知唤醒 他们站出来就一切真相大白 在全全国的那个媒体上 每天大家就看照片 在我们家人 他不就地址和居民身份证就出来了 因为做器官活摘供体 这36个集中营养